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蔡亭,我来自吉康林亭, 在林亭的地方,我们在吉康山靠东西的城市, 名字叫林亭,但是在城市里的城市并不是在城市。 在小时,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林亭讲读, 认识者,我们两个人在城市做生意, 全部都没有在城市。 但是,我们的林亭的记忆非常深刻, 因为平时,我们的文化就是用林亭。 今天林亭说的,我们的普通话类别是在城市。 基本上,我们没有在林亭的地方, 我们没有听过来说林亭话, 我们是听不懂,这个意思。 其中一个女性的普通话类别是在城市里, 因为林亭的地方,中国地图上是在北海里的城市, 有很多地方,但从城市里的城市里, 这个地方是在城市里的分割起来。 所以,这个女性把暴力和古老的那种广泛。 所以,在林亭话里面, 你能在林亭话里面说, 在林亭话里面, 你觉得有很多古代中国的女性, 是出品的。 他不懂得有很多古代那种形式, 什么意思是没有。 但是,你认识的, 没有, 也很少。 所以,这个读书里面的邻里面是在家里, 这么一样的。 那么,你认识每个女性都给大家, 还会给大家保护。 比如,大家学习中国我们普通话, 好像是大家都在讲英语。 但是, 耳朵和小女性, 可以有自己的勾结力力的 可以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劣势 我们这些不可以分辨到 搞其他个地方呢 也会一定我听得懂 所以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 发扬我们自己的 无力的 在无力的里面 讲了个话 对我们自己的防疫 我们也会联合我们 我们也会 还有中学中国 各地有很多个女性 同时我们也会 给一下这个 危机通了 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不可以耳朵 但是内方可以耳朵 无力防疫 对象早日是无力的 有的两个国家 好比刚刚 我们一个朋友给你输酒 给刚刚那个输酒吧 当你那个 你听了有点像 但是你耳朵的地方发现 好比因为早日 来上海讲道 上海玩的 你耳朵有点像 但是你耳朵 都可以耳朵翻译 对方言 所以刚 嗯 我希望大家 你这样 规矩你那 你那个女人 每一个 你那个女人 就是讲迹法 记得了 里面有好多个 有趣的 有好多个 固执的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 保护你那个女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